作为目前唯一活跃在韩国娱乐圈第一线的Bagbang成员,其实在其他四位哥哥们排在服兵役的这段时间里,胜利还是充分完成了作为Bagbang盲内的任务。 在YG的整体局势不容乐观的2018年,至少小编认为胜利在YG的整体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。 一方面,他不仅接受了YG旗下的全资子公司YGX的烂摊子,让这个半死不活的公司起死回生,成功运转起来,而且在个人事业方面也有了一个新的进展。 因为前不久胜利刚刚宣布要把自己的事业扩展到VR领域,并计划未来五年内在全韩国大力开展VR推广的事业。 另外,在爱情方面胜利也算是有了一份收获。 此前围绕着胜利的绯闻女友无论是她本人还是YG官方都没有给出所以然,但这件事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已经默认了。 因为YG的态度在Bagbang队长全智龙闹出绯闻时也一样。 明明很多人都已经心中有数,但就是不会公开正式承认罢了。 另外在音乐方面,发售个人的迷你专辑后,胜利把自己的主战场也挪到了邻国日本,并在日本国内举办了多场巡回演唱会。 无论是她本人还是YG都很清楚,solo出来后的胜利在以团体人气为主的韩国音乐市场是没有多少胜算的,还不如在邻国日本凭借她多年来在日本的超高人气举办巡回演唱会。 事实也证明这部棋她绝对是走对了。 那韩市场她是放弃了吗? 当然不会。 但比起音乐活动,在韩国国内胜利更倾向于出演综艺节目。 我独自生活,等一系列韩国本土综艺节目上,她的表现简直可以堪称完美。 她以自己特有的幽默感,吸引了不少韩国观众们的欢欣。 可以说2018年,虽然胜利是一个人在战斗,但她的整体战略布局还是相当成功的。 不过来年以首尔的第一场演唱会为开端,胜利举办完入伍前的最后一轮巡回演唱会之后,这一回真的要和我们进行短暂的离别了。 以首尔未开始,此后她会转战香港、东京、大阪等多个地方,然后回到韩国国内未入伍前做最后的准备。 也希望她能享受这最后一段入伍前的演艺生涯,更希望未来能以更加成熟的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